中美贸易战声温,港股于过去两周累错2135点,失手28000点关口,本港新盘销情亦由本月初的大旺变为如今的观望。 即使发展商增优惠变商减价亦无助销情,新地昨日增优惠变商减价4%至6%推售元朗ParkYOHO新一批144伙,仅售出20伙,销售率13.9%,而全港新盘昨日售出48伙,按照相约,总结过去5日在中美互相加征关税令贸易自恶化下。 本港新盘子售出108伙,按照同比大减60%,一手楼空置税立法在职,新地为了加快以为现楼,且空置率达80%若570伙的元朗ParkYOHO销售速度。 近日特加推144伙于昨日发售,并加入4%至6%至买家现金回赠优惠。 变商减价。该批单位实用面积由456至1490方尺。售价由885.6万至3095.3万元。 最高折扣16%。折实价743.9万至2600万元。 而500尺以下单位再有3%首置买家现金回赠。500尺以上单位再有5%首置买家现金回赠。 连同额外1%回赠计算,即最多可获6%回赠。变商减价4%至6%。 折尽所有优惠后的楼价由714.2万至2444万元。 实际总优惠由19.4%至21%。 现场消息指,发展商安排昨日早上10时半至下午1时半于元朗现楼售楼处接受准买家登记。 为止有18组客到场登记。最终售出20伙。 当中包括面积最大及售价最贵的第28座15楼A室。 实用面积1490方尺,另有105方尺天台。 未计任何优惠前售价3095.3万元。 信火置业旗下大布白石角日龙湾白作以1783.23万元售出第一座地下D7年花园特色户。 实用面积823方尺,花园面积403方尺,尺价21667元。 创该盆同类单位新高纪录。 事实上,本港新盆销程已明显放缓。 过去五日一手楼成交量只有108伙。 按照同比大减60%,每日新盆成交量只有14中至48中。 相比本月初每日有逾50至100中成交量大减52%至86%。 新盆易爆撻定潮,本月首18日本港新盆已有至少21中撻定个案。 已超越4月6得20中撻定个案。 全部于过去13日内。 亦是中美贸易至恶化下发生。 涉及的撻定金额合共于2816万元。 当中北角柏木山第六座32及33楼福式A7年三个车位于5月3日以1.51亿元售出。 买家最终撻定,租发展商杀定5%定金即约755万元。 成为本月最大中撻定个案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。 中美贸易战恶化,双方未能如期达成共识。 贸易战虽未有直接影响本港楼价或楼市,但会影响买家入市信心。 近期市场亦录得撻定个案。 相信投资者入市态度转趋审慎。 会观望贸易战发展再作决定。 二手成交易较上月减慢。 部分业主愿意提供1%至2%以价空间级客。 麦格里香港及中国房地产研究部主管吴嘉进表示。 股市表现会影响楼价走势。 特别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股市波动的情况下。 将影响用家或投资者入市置业的意欲。 他称,本港楼价年初以来已上升5%。 预期第二季本港楼市仍然向好。 但估计到年中开始,市场会重新评估外围经济情况。 令下半年楼价整体趋向平稳。 他指出,本港楼市对息口走势的敏感度高。 自联储局在1月表达将暂停加息后。 本港楼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。 但仍然需要观望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。 如市场突然改变看法。 发现美国经济仍然不差。 将从然市场对美国明年加息的预期。 对本港楼市会产生影响。